宠物当家二 麦斯正在面对一些重大的生活改变 主人已经结婚了 而且有一个小幼儿小莲 麦斯为了保护这个小男孩过于担忧 当这一家人前往旅行时 麦斯和米克斯犬公爵 遇到一群患有犬类不耐症的乳牛 超有敌意的狐狸 还有一只可怕的火鸡 这一切让麦斯更焦虑 幸好劳狗鲁斯特给了麦斯一些指引 另一边好动活泼的博美犬小杰 趁着主人不在家 试图想要从一整屋子都是喵心人的公寓 救出麦斯最爱的玩具 喵心人闺蜜克罗伊给他帮助 同时也发现了猫草的漏趣 小埋兔雪球一直被主人用睡衣 打扮成一个超级英雄 雪球能鼓起勇气 当个真正的英雄吗 其他的宠物们能面对最大的恐惧吗 你想参加我吗 战争是一切 和所有的事我都做了 哈